亞洲電視英文台即國際台 一直以來都有選播美國的CBS 即哥倫比亞電視廣播有限公司的王牌節目 60分鐘時事雜誌即是60分鐘 我們一群電視人 供奉這個節目為電堂級的新聞時事訪談節目 但裏面的功臣Mike Wallace真是功不可沒 他在今年的4月7日逝世 但在我們心目中一直都記住 每個禮拜是追看他的辛辣的題目 走降線的風格 不被公屈失 審犯的審 記不記得 每次一見到來者他一來就 Forgive me 但跟著就Come on 就入席了 他盤問人的方法記不記得 好像他見到俄羅斯總統普京 他就直戚他的貪污事件 他見到阿拉法巴勒斯坦的解放組織領袖 他就直戚他的暴力 見到自己人巴巴拉斯翠山這個影聲 他就說你這麼專橫 你做什麼都是自己顧自己的 就是搞到他哭了 我就最記得他跟江澤民的對話了 那次是江總先發制人一來就說 政客是不可以坦白的 他們不想成為你們炮製慫人聽聞的新聞 賺大錢的工具 Mike Wallace 就生氣了 就說 你是世界上最後一個共產主義的獨裁者 江總都橫影顏色就說 我還差兩年退休了 你見過年屆退休的人 還是獨裁者嗎 這些是否歷歷在目 今天來到探望我們的朋友 都是新聞工作者 你訪談人的方式 就不溫不寒 還私以文淡定 他就是有新聞王子稱號的鄧景輝 通常我們在夜間 如果注視一些世界大事的時候 在這裡坐著和大家聊天的人 是正耕偽座的 但是他今天來探望我 我叫他 不如你活潑一點 你飄移進來 好嗎 飄緊過來 你好嗎 你好嗎 這張椅子很欺負人的 對你們有什麼問題 像太空漱窗一樣 現在好像太空漫遊一樣 搞蝙蝠嗎 我不知道 有些人說你們某同事 電視高人試過有一天 他衣服不整 甚至他上身見得人 是非常莊嚴的 不用說 下面報紙來的 上面打塌下面報紙來的 你有沒有試過 我當然不敢 電視上有這麼多人 但是有時候 例如打風 下大雨 紅色黑色暴雨 確實有很多同事很辛苦 他們可能會穿下面 穿拖鞋都不定 下面的褲子可能濕透 他們未必有褲子換 也未必趕得及吹乾淨 但是吹乾淨 也要換完衣服 打樓胎 也有的 下面報紙 我沒試過 基本上講笑而已 我們好像有一些年份 都在北美 你剛剛讀完書 你說你在北美那邊 在哪邊做的新聞工作 我是西日圖讀書 然後也是在西岸 在三藩市那裡有四年的時間 拿著機器到處跑 拍攝 剪片 錄音 做DJ 全部都是你一腳踢 第一份工作是這樣的 不同現在那些80後90後 可能會滲下時間會長 但是我們那時候不是 我們那時候 拍攝也有我們 寫作也有我們 做VO也有我們 揹自己一手一腳 剪片也有我們 九幾年發香港嗎 我在八八至九二 通常那時候 很多人 剛剛調轉的 就是去北美更多 你選了九二 學成 回流香港 你覺得那幾年 對香港對香港是重要的時刻嗎 我覺得 其實在三藩市工作是舒服的 我第一份工作八八至九二 但是那時候我想 既然已經落實了工作和身份 我覺得有多少少的 希望有多少少工作感 我覺得 香港是自己讀書的地方 中學和語科的地方 會不會自己學的東西 能夠應用到 在香港自己 一個都相當熟悉的城市 那就試試回來 其實回來的時候 趁一個暑假 打電話給不同的電視台主管 其實在三藩市已經約定 不同的電視台都考過 後來就加入了亞視 在九月開始加入了亞視 一進去 心治海 做足八年才有另一個境界 那也是你自己的名字的選擇 但是回頭 如果彎蛋回到那一天 其實是否要看誰選中你 其實選擇我那個人 到真正李新回來報道的時候 已經換了另一個主管 不過不要緊 這些題外話 其實說回電視台風雲就是風雲 但是基本上我覺得 會是一個互動 我也選擇某一個電視台 即是亞視 亞視可能也會留意警輝的工作 其實我是比較幸運的 我覺得在美國一些經歷 見過的東西 學習過的東西 有機會在香港這個平台 運用到 我覺得對我來說 是有少少悲憶的 我想對新聞工作者 任何時刻都可能是動盪的一天 就沒有像我們大部分市民 或者觀眾 覺得這十年比較動盪 沒有這麼分的了 不過不容否認九十年代 無論對世界來說 甚至回到香港來說 都是比較多事的年份 其實當時一個訊息就是 遇上1997年 即是回歸那一年 或者是主權移交那一年 其實我們經常想 如果真的做新聞工作 或者是做傳媒工作 大家會不會見過 一個城市 一個國家 由一個民主的地域 到另一個地域 沒有人遇過這個 前所未見的一個使命 在那個情況下 這個挑戰是大的 特別對於 譬如做新聞工作 或者傳媒工作 我們經常自大 以為自己真的 可以改變到這個社會 或者有參與感 在那個時刻來說 即是說 在九二年 或者九十年代 有一個這樣的抉擇 能夠選擇自己 回到自己認識的城市 參與一個 其他國家 城市未遇到一個機會的時候 這個信息 這個使命是強的 讀電影的人 就很喜歡 想定將來什麼時候 做導演 或者什麼時候 能夠拍到 這個 現製的作品 讀新聞的時候 你正在讀新聞的時候 有沒有想著 算得到這日子 已經知道了 因為你正在讀書的時候 也知道回歸的 讀書的時候 也知道崛起中的國家 是哪些 有多少預計到的 你有沒有想定 自己哪一年做什麼 我考第一份工作的時候 當然有百科傳輸 大埔府會問 金先生 未來五年後的發展是怎樣 你能否預計到五年後 你會做什麼職位 做什麼工作 我這樣 我在想 警徽人 你三年後 預算打什麼 有什麼 有什麼抱負呢 我覺得 其實 無論做什麼工作也好 我對自己 有一點點的承諾就是 其實 無論我現在做什麼工作也好 我覺得 新聞的基礎 就是我現在每個工作 一個小小的鍛鍊 就算我在做什麼 做什麼都好 Journalism 新聞系 都永遠是我自己 小小的一個基礎 我記得 我對自己說 其實 五年後 可能都是記者 但是不要忘記 金先生 記者是一個 都具有使命的工作 其實 在美國來說 對於記者行業 有多一份尊重 對香港來說 如果你超過四十歲 還在政府總部 做電視直播 人家會笑你 四十歲 這個白頭佬 還在做電視直播 在美國不是 美國的特派員 大家都遇過 在白宮的特派員 很有威信 可能已經白了頭髮 你看六十分鐘 每個主持都超過六十歲 或者超過五十歲 就是說 其實香港人 對於新聞工作的尊重 是不及歐美國的 那也是媒體的思想教育 大部份先進的國家 但我們就是要改動這件事 是的 大部份先進的國家 都不像香港那樣 是不是 什麼叫借鏡 反正他做過我們 尤其是媒體 電視更加是 我們沒有理由應 老大 你對於台灣的電視 都很有認識 是 台灣和美國是相貼近的 很貼近的 因為美國有時候 對不起 你的新聞工作 我覺得美國操控得很重要 所以學到好的東西 不要緊 但某些電視文化 台灣是借鏡的 學了好的東西 譬如他們尊重新聞主播 或者新聞主持的概念 但香港人來說 只有記者仔 只有記者 只有記者 在某些情況下 我們覺得 整個社會 都要繼續推動下去 你一向在言論上 你是不認識的 這些說話 都不是第一次跟大家說 尤其是影響 不停有很多 有時候我在學院 或者不同的學生都說 都是要有這樣的信念 我們要相信自己做的事情 當然 很多記者 或者做記者朋友 或者社會的朋友 都認為自己做的事情 是在參與 改動這個社會 知遇恒難 有些人就要像你一樣 譬如我和你交錢言心 但是在這個媒體裡 就好像知道大家做的 距離很近 我記得 有些好像你那個年代 譬如我請你剛才說台灣 不少你也是 他自己在台灣裡面說 默默苦幹 他也很敢言 但他覺得 在那裡再做下去的時候 他不是要做大花 他就覺得 不如去做過光龍 去香港 不如去過衛星田 他現在在鳳凰都有一番成績 對 他其實等於 他已經碰到中國大陸 變成他的影響力 就不只是鞏固自己的位置 變成他影響很多人 我覺得在當時我記憶中 你們年輕的一代 你和他的志向是很相近的 大家都認識 他在訪問專題項目的環節 都做得很出色 我特別欣賞他的節目 能夠在內地播放的時候 他也在帶動 改動整個工業 整個電視業 正如有人認為 鄧景輝某些作品 可能都在參與改動過程 這些我想就是我們做人物 希望能夠發揮到的地方 鄧景輝那天 見你們一班新聞工作者 老友聚頭吃飯的時候 他們說你考過 勵迪的藝園訓練班嗎 我考過 是的 那時候 我忘記說 就是還沒去讀書的時候 還沒去讀書 我八四年出發去讀書 應該是八一二左右 我乘巴士上廣播道 是 什麼年份 應該八一二左右 八一二 那時候我記得 考牌那個 主考官 應該好像是高梁先生 一代的高梁先生 是的 我忘記有沒有梁天叔 但是 那時候 當然 我的不起眼 一定不會讀書 這樣說也可以 你這樣說 你想大家怎麼反應 真的 也是 但是後來我想 透過不同的工作 又在廣報道 不同機構 又曾經服務 都是那個故事 如果終於讀了那一屆訓練班 你後來都應該會注意一下 哪些同學 離開了 我 不知道 也有成績 有成績 真的 大放得起 就算不是阿士 可能是無記 其他電視台 也可能 也不一定 好 不知道是誰的上室 總之 我沒有做到 好的 我們不如一路 退回 我經常都說 三歲還是八十 你自己很小的時候 你覺得自出良胎之後 哪一次是你對那裡 聽到或者看到 或者報紙也好 哪件世界大事影響到你的 我小時候 信天主教 也在教會 有一定時間 長時間做青年培訓 參與教會 去探望老人院 唱一下聖詩 做一些青少年的工作 我經常覺得 有個說話叫做 講得誇大一點 希望 改動這個社會 making a difference 我想那個 很自誇的一個信念 在那個根基之下 在八零年前 已經在中學的時候 在自己那裡飆了出來 在自己那裡飆了出來 意思就是說 無論警輝 大學教育 學習什麼都好 我的方針 或者我的模式 都希望能夠 幫助這些 比較需要幫忙的人 例如等同於 教會類似的工作 現在其實 新聞工作 都是一個社會工作 都是參與社會改革的工作 所以是有少少部分的信念 在教會那裡引辱出來 不是說什麼新聞事故 特別打動到自己 能夠 哇 新聞工作 自己很高貴 是一個很榮耀的工作 所以說我要分身去做 並不是太多那件事 反而就是 教會這個浸容 都令到自己 都對這類的服務 能夠 會比較分身一些 當然 我們做的事 一定是自己興趣的事 以及能夠分身去做的事 才能夠 百分之二百去投入 我想在那個教會的訓練 在那裡的感染之下 是有少少的模式 在儘管讀書前已經出來了 好了 讀書之後 去到美國 其實我是試過不同的事情 我父親很反對 他說 警輝有 阿輝 你去我國讀書 不如這樣吧 你幫爸爸 你讀完書回來 讀個 business 學位 讀個商業學位 是的 就回來幫爸爸 管理生意 正常 我父親是南嶺出身的 但是我真的試過 我讀雙科 但是accounting accounting 要過三關 第一關都過不到 怎麼讀accounting 即是有很有力的證據 去推托了這件事 不如你讓我發展第二件事 我真的試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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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做了新聞主管 那個職位 那個崗位 有這麼多年 但很多時候 我們在行業裡 都注意到一件事 就是 互相去看對方的資料來源 亦都去看看他們 為何今次對這個事件的 新聞角度 編輯角度 我相信這種是常情 六點鐘 做完節目之後 是會看其他競爭對手 例如六點半 七點鐘的報導 看看同一件事 他們到底有什麼不同 每天是會開差機會的 就是說差一樣差那樣 又或者叫做錯後報告的 因為每一天 譬如六點鐘的新聞 或者六點半 不同的節目時段 其實將整天採訪的東西 怎麼包裝好成為一個 二十二分或者三十多 三十八分鐘的節目 無論一個鐘也好 半鐘也好 你也要有一個開放的態度 去跟競爭對手比較 我們今天用的頭條是什麼新聞 A新聞 為什麼競爭對手 用B新聞做頭條呢 為什麼他們有B新聞 而我們沒有B新聞呢 這些事情是每天都要称的 嗯 香港這麼小的地方 很多時候都是其他 新聞工作者以外的媒體 作出一個評論 評論到底各媒體的 處理新聞的手法 或者它後面的管治 其實那些輿論是來自其他媒體 不是新聞工作者自己 要走出來自我分析 自我辯護 這是我證明 我以下就用一個觀眾的角度來問你 事實上是否真的 任何一個媒體你都同意 坐得那個位 即是吃得鹹如抵得渴 都是要背起全職的責任呢 譬如說 好了 你六點開始了 六點鐘節目 你怎麼鋪排輪單 編排 或者什麼行頭 什麼行二島 每個編輯 每個主播 都有參與的決定 你是要背票的 你問責的時候 你做得這樣的編排的時候 是 若果 你看到其他競爭對手 是有什麼差池的話 即是你要解釋到 你要有一個態度 就是 為什麼我最初有這樣的判斷 這些都是每個競爭都會比較的 是的 即是說 如果作為一個新聞部的最高主管的話 無論發生任何大大小小的事都好 即是 是不等於跟那間公司的營運哲學 又或者是持牌人有直接關係 我仍然在深信中 一個電視台 一個報章 一個媒體 我覺得新聞工作 是一個靈魂 是這個媒體的靈魂 其實觀眾是很明白 很清晰的 他的眼睛永遠比你和我的 也是一個 有比較的 也不是一個內容 即是觀眾一定不是愚蠢 一定是最精明的那批 我的意思就是說 新聞工作或者新聞報道 是這個媒體的一個靈魂 至於怎樣發揚光大 或者怎樣維護到一定的正氣 就要靠這個新聞工作者去把關 無論是主播 節目的編輯或者是主管 我覺得現在最適當的做法就是 其實你看不同的電視頭或者媒體 都能夠給新聞自主管 有他自己把這件事發揚光大 而其實越少手握就越好 越少介入 越少干預就越好 其實是相對的 其實一個專業的新聞工作者 給一個良好的意見 說不介入其實是令所有的事 做得更好 因為永遠都有新聞的判斷 這個新聞判斷 等專業去做這個判斷 其他的電視台或者管理人 也應該尊重這個新聞判斷 你看到譬如說 某些外國有很多不同的干預的時候 其實他們是比較要小心的 我當然是在你面前 我不可以 還認為我有更好的看法 我只不過覺得 央央大國 但凡要處理這些事的時候 其實是用最少的時間 也作出了一個最後的共識 很少是做完了之後 才會再分析共識不足 這種情形是沒有發生的 而且他們還很多時候 如果我已經覺得 和大家所有有份參與這件事的人 講清楚 唯一是你鄧景輝不同意的話 請你離開 你不會將所有大家 全部大家共識的事 放在你一個不同意的身上 叫你去進行 譬如新聞工作 其實我將它等同於學術自由 你看見現在不同的所謂的民調風波 你越是管理人想介入某些民調 那就越是自己捉蟲 自己踩下去一個不同的心淵 你將新聞工作等同於學術自由 或者學術判斷的話 就是那件事 其實越少干預 等專業的做回專業的 等接務的人員做回接務的人員 等新聞的人員做回新聞的人員 他們各發揮自己的專長 各有其分的時候 整個台都美麗 整個傳媒都美麗 你有了自己的弟弟 你的弟弟有沒有求之欲很強 今年多少歲 六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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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經常和我的嫉孫 我很喜歡那些問題 我覺得很高檔次 為什麼我們看新聞呢 經常有些人讀完的時候 他們經常都低頭在揭紙 他們經常看見 他們為什麼要揭紙 我想問你 你好像沒有這樣發生過 你說讀完的時候 讀完 關燈也好 不關燈也好 關燈也好 不知道誰的問題 一定要是這樣 反正所有人都知道 你們有東西看的 即使你背新聞也好 或者你看著 Teleroping 讀也好 跟著出路 也好 为什么要整个约有所思 我和你讲 你说你 我和你讲 如果真的 好像现在这样 我和你做完节目 如果做完节目 那个节目关掉的时候 我和你各个各做的时候 就傻的 当观众是傻的 也当大家是傻的 不可以的 就算我和你多不适合也好 我们两个节目主持也好 麻烦你下个灯的时候 聊聊天 不要自己忙自己的事 这样才是 为什么呢 观众很有趣 大家都知道 其实他们留意什么 留意关了灯之后 你们两个是否还在聊天 为什么 而他们见到我和你聊天的时候 是开心的 等于是满满开心过新闻消息 但是侄孙就问 为什么实居其九 就算没有两个人 自己都还在 他都看到 你揭什么纸 你刚才不是看着纸读的 要插在那里 有蓝蓝字 我都会在那里 我还想说这些 其实不是什么样大事 而是一个弟弟的啟发 对吗 建眉之主 又是很细明的地方 就知道节目的风格 或者主持的风格 就算 邓哥哥 今天不只是说这一件事 将来有这么多的问题 我代你请教他 他给我有一个更深入 浅出的智慧 我們要聊天 我們要聊天 自討自討 字幕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